前面我们讲了矩阵的对角化以及矩阵的相似 我们知道一个矩阵可以对角化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性质 非常好的性质 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比如那几个充分必要条件 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充分但是不必要的条件 有N个不同的特能值 那一个 推论 一共是三个条件 但是对于一个一般的矩阵来说 它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对角化 没有那么好的性质 但是它最简最简单 能化成一个什么形式呢 就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最简单的形式 把它叫做标准形 其实可对角化的那些矩阵 它的标准形就是一个对角形的 那那些不可对角化的占大多数的 它应该是一个约当标准形 我们这一节来讲一下约当标准形 实际上约当标准形有很多的应用 一个标准形嘛 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矩阵相似的时候 怎么判断两个矩阵 如果给你随便给你两个矩阵 让你判断它是不是相似的 怎么判断呢 没法判断 我们做不了 因为我们给的那些条件 相似的矩阵有相同的质啦 特征值啦 行列式啦 记忆啦 这些都是一些必要条件 但是不充分 你都不能说明它俩是相似的 那怎么判断两个矩阵相似 你还是要运到标准形 只要你把它俩都画成约当标准形 然后是这样的标准形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相似的 但是约当标准形呢 它需要运到很多东西才能讲清楚 所以我这里就给一个简介 也就是学完这一节以后 你还是不会求约当标准形 你还是求不出来 但是你大体知道有这样一个标准形 有些数学软件是可以直接算的 或者你想更深入的了解的话 可以在一些更高深的教材里面 会找到约当标准形的详细的内容 我们这里就给出一个简介 什么是约当标准形 它有什么用 约当是一个人名 Jordan 他实际上就是乔丹 但是在这里翻译成约当 Jordan呢 他有跟他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个叫Jordan 肖源 约当 高斯肖源 就是我们前面常说的高斯肖源法 我们这门课 经常用的一个行变换的方法 肖源法 叫高斯肖源 先进方程组的时候 也叫高斯约当肖源 或者约当高斯肖源 高斯约当肖源 有时候它俩这个肖源 稍微区分一下 比如高斯肖源指的是 只把它削成对角形 把它说错了 一直把它削成阶梯形这个过程 然后呢 把它变成最简阶梯形 也就是解放城的时候 相当于回带的过程 这叫Jordan肖源 高斯肖源是 削成阶梯形 再削成最简阶梯形 叫Jordan肖源 好 我们讲一下什么是 约当标准形 首先你要 知道什么是约当块 它的这个块指的是 封块矩阵的一个块 它是一个 矩阵的一个封块 约当块 约当块呢 可以是有结束的N结 N结的约当块 或者S结的约当块 我给出一个 K结的约当块吧 指的是 Lambda 对角线上都是Lambda 然后超对角线 大家记得什么是超对角线吗 对角线下方的 叫次对角线 对角线上方的叫超对角线 跟它斜对的这个 这个叫负对角线 这里指的是超对角线上 都是1 然后其他位置都是0 其他我没写的这个位置都是0 这个就叫一个约当块 注意这个对角线上 必须是同一个值 Lambda K是0 也可以是别的值 但是必须相同 然后超对角线上 都是1 然后这个假设是K乘K的话 它就叫一个K结的约当块 约当矩阵 就是由约当块组成的这些矩阵 约当矩阵 我们把约当块 组成GLambda吧 GLambda 约当矩阵 我组成G 它就是一堆的GLambda GLambda1 GLambda2 把这些分块放在对角线上 就是一个分块对角的矩阵 所以约当矩阵实际上是一个分块对角的矩阵 但对角线上都是一些矩阵分块 这些矩阵分块都是这样的 约当块 这些Lambda1 Lambda2 一般是可以不相同 当然也可以相同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约当矩阵的定义 它是有一堆约当块组成的 好 比如我举几个三阶的约当矩阵的例子 比如 这个 我们举一个 1 2 3 这个对角矩阵 对角矩阵就是一种约当型矩阵 为什么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约当块 它当成一个 它当成一个 单独的数当然是约当块 相当于没有这个超对角线 只有一个数 只有一个数 就是 1 2 3 就一个对角矩阵 是一种特殊的约当矩阵 它相当于有三块 三块约当块 好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 1 1 1 这些位置都是0 这位置是2 这些星约约当型矩阵 它有两块 2当成一块 上面这个 两个1相同 这边有个1 当成一个二阶的约当块 所以它是由两个约当块组成的 好 再来一个 比如 0 0 0 这样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它对角线都是0 超对角线是两个1 所以它也是一个约当型矩阵 它只有一块 就一个约当块 这个λ等于0 然后这两个1 好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约当矩阵 好 再来一个 比如 1 2 3 1 1 这个是不是一个约当型矩阵 不是 有个就是这分成两块 这个一块 这个一块 不行 这两个不相等 1和2不相等 我们这个约当块里面 必须拉不拉是相等 如果这个位置是1 它才是一个约当块 通常是一个约当矩阵 这个位置是2 简单不行 那比如说分成三块 1 2 3 那不行了 这是多了一个1 就不行 所以它不是一个约当型矩阵 好吧 再举一个 1 1 2 2 这个是不是约当型矩阵呢 显然它可以分成两块 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约当块吗 不是 虽然对角线相等 但是这个位置变成了2 不行 这位置必须是1 才行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约当型矩阵 这两个都不是 这两个缺点 这个缺点是对角线上不相等 这个缺点是超对角线上不是1 好 作为一个练习呢 我举个例子 让你写出 所有的 三阶的约当型矩阵 约当型矩阵 的类型 所有三阶的约当型矩阵 肯定有无形多个 但是我让你把它的具体类型写一下 这条线上相同的就用λ1表示 再一个用λ2表示这样的形式 把所有的三阶约当型矩阵都写出来 好我们写的时候肯定分情况写 首先如果它是由三块 像这种情况 由三块约当块组成的 那这时候它的形式肯定是固定的 就是一种λ1λ2λ3 当然这就是对角形 λ1λ2λ3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 这时候肯定是一个约当矩阵 它是分成三块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分成两块的 分成两块的呢 应该有两种 要不两个肯定是分成两块 三阶分成两块 肯定是有一个是两阶的 有一个是一阶的 如果两阶的出现在上面 那就是λ1 这个约当块出现在这 下面那个是一阶的 就是λ2 有时候我把零写了 有时候不写都可以 这种形式就算在这个位置加了一个1 这是一个有约当型矩阵 这上面是一个二阶的分块 下面是一个一阶的约栏块 好 同样的可以上面是一个一阶的 下面是一个两阶的 这两种是相当于有点对称的 它是上面块两阶 下面块一阶 它是上面块一阶 下面块两阶 好 就是所有的分成两块 就是四分成三块 那还有一个就是分成一块 分成一块的 显然只有一种就是λ2 下面的 下面的 就这一点 所以实际上还有所有三阶的约当型矩阵 只有这四种 好 待会我们讲一下约当型矩阵的定理 好 刚才我们讲了约当标准型的概念 讲了什么是约当型矩阵 约当型矩阵就是约当标准型 它就是一个矩阵的标准型 我们讲到约当块 约当型矩阵是有一堆的约当块 最成的 先把这约当块一定要排在对角线上 排成一个封块对角的形式 约当标准型实际上就是指的是 任何一个矩阵都与一个约当型矩阵是相似 这是我们的定理 任何一个n乘m的矩阵都与一个约当矩阵相似 这是标准型的第一个条件 你首先得跟你那个矩阵相似 就要相似的标准型 那另一个呢 就这个标准型一定要有一种唯一性 要不然有两种标准型 那就不叫标准型了 就不要标准了 那肯定有一种是不标准的 所以因为第二条件 它对约当型矩阵相似 并且这个约当矩阵呢是唯一的 但是这个唯一性就要排出一些情况 除了约当块的排的顺序以外 唯一 我们前面对角化的时候也是这样 其实对角线上元素 就是那些特征值 你的顺序是可以随便排的 只要相应的把P换一下就可以 但是除去这个顺序以外 它是唯一的 因为它都是特征值 特征值显示唯一的 这里约当块也是一样 约当块是顺序 其实那些约当块里面那些 对角线上那些λ也是特征值 其实也是特征值 除去这些特征值的以外 它是顺序以外 它是唯一的 好 这个定理的意义呢 我就大体把这个意思说一下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矩阵 它的标准型 它就约当型 约当矩阵 你知道如果能求出这个约当型 矩阵来 那你两个矩阵都化成这个标准型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自然就能判断出它是不是相似 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明一下这个定理的意思 这个例子 A呢是一个3乘3的矩阵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它的A的特征值呢 有两个 一个是λ1等于2 另一个λ2等于λ3等于1 这个是一个2乘的 1是一个2乘的特征值 2是一个1乘的特征值 那如果你要判断这个A是不是可以对角化的话 那你需要分别把2带回去 把1带回去求一下特征向量 看有基础解析里面有几个特征向量 大家带回去给自己算一下λ1等于2的时候 它可以求出一个基础解析里面一个向量了 是001我就不具体算啊 以前你总是在课兰上给大家算一下 现在你又算过好多遍了 希望大家自己回去算一下 看我这个答案对不对 我有可能算错了 那你就通过微信啊QQ啦给我联系一下 001第一个算出一个来 这个呢它是一个二重的 如果它要对角化的话 它的基础解析必须要提供两个特征向量 但是你算一下发现它只有一个特征向量 它是12-1 那就说这个肯定不可以对角化了 因为它的重数是2 但是它的基础解析中向量的个数只有一个 不能对角化 就不能对角化呢 那它的标准形就不是一个对角形 而是一个一般的约当形 你可以 当然你证明不了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的约当标准形呢 它与一个约当标准形2 它与这样一个约当形矩阵是相似的 这个约当形矩阵为什么是约当形呢 这是一个约当块 特征值是1 实际上对应这个特征值是1 然后这个约当块 对应这个特征值是2 因为它的重数是1重 所以只有这么多 它的重数是2重 上面补了一个1 这个就是一个约当矩阵 而且呢 它是跟这个A是相似的 也就是A跟这样一个约当形矩阵相似 而不跟一个对角形矩阵相似 好 相似矩阵和矩阵对角化呢 这一章我就讲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